朱年首个新盘落实于本州启动销售,资深投资者努华家族集团的长沙湾AVA228,作家推二号价单涉32伙,最低售价仅于259.77万元。 在创近年市区盘入场费新低,该盘周五开售82伙,据一手销售资讯网资料,项目作日加推单位,扣除最高百分之12折扣优惠后,整批折实平均尺价2018元,售价最低为二楼司失联平台户,实用面积134方尺,平台面积18方尺,折实尺价19386元,该盘同时尚在首份销售安排。 于本周四晚截止接受认购,截至昨晚6月160张入票,同区有新盘役部署今年推出,万科置业香港市场营销与客户关系部董事周明熙指出。 刑盘街项目正代批预售,有机会年终登场,项目提供467伙,标准户由开放式至三房,特色户设有四房间格,开放式实用面积料少于300方尺,加汇一房与千万箱破顶。 其他市区项目同受追捧,加华国际00173的启德加汇,以招标形式售出第一座23楼G室,成交价1041.8万元。 以实用面积372方尺计,尺价28005元,属一房户商破顶个案,该盘至今雷售890火,套现于93亿元,同区农浴质上于约186火未售。 保利置业香港市场销售部主管高奈华透露,物业福息户尺价料有机会挑战区内新高,同系屯门青山湾洋房项目计划第四季展开软销。 至于港岛区方面,发售中的新盘销情亦不足,新世界发展0017北角柏卫山作售出两火,套现3332.7万元。 当中三座12楼A室,面积655方尺,成交价1717.1万元,尺价26215元。